台灣半導體在未來的車用電子的發展 絕對不會缺席的 更是不會加大對這個區域的投資 那核數本身在電氣化架構跟智慧座場上面 有非常顯著的能力 我們也期待說將來會有更好的火花 我們可以一塊來經營 第一個台灣的半導體的集成能力 第二個東西是設計能力 這個事實上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在生產上面的良率管理能力 這三個能力基本上在車用電子未來是必要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非常看重 事實上就是半導體的缺料 在前幾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就是這個供需需要做更緊密的配合 那恩赤補現在目前本身呢 也跟各個區域都在做緊密的發展 也跟配合 目的的話就是希望供應鏈 基本上不要再出現之前這麼緊張的狀況 讓全世界每一個客戶 大家都可以就是獲得更好的支持 發展